大家的Poket3索尼的ZV1二代 这两款相机是目前很火的Vlog相机 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使用体验的视频 对比视频不是单纯的去说哪个好推荐哪个 而是想去通过一些真实的使用体验和素材 去展示这两台设备的特点以及优缺点 另外这两台相机都有Vlog相机的属性 一些在手机和微单之间犹豫 想要追求便携和画质平衡的Vlog用户 应该都会考虑到 这两台相机的选择 这两款相机的设计理念不同 Poket3采用的是三轴稳定器的结构 很小巧 1英寸的底 独特的旋转开机 屏幕也比上一代增大了许多 系统操作采用类似于大疆运动相机的设计 容易上手 ZV2代是经典的卡片机设计 也是1英寸的底 更大的屏幕 1850的一个变焦镜头 机身设计操作体验 跟索尼的微单几乎一样 相对来说会偏专业一些 这两台相机都适合用来拍摄Vlog 外出携带很方便 ZV2代的单机加上录制手柄要5000多点 Poket3的全能套是4500左右 它的价格差距也不太大 单机的话 Poket3看起来体积重量会更轻便些 都是名副其实的Vlog口袋相机 接下来我们在实际的日常拍摄中 给大家来展示这两台相机的不同之处 考虑到这两台相机的小伙伴 应该大部分都是有拍摄Vlog的想法 手持自拍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这是两款相机在手持拍摄的情况下的一个视角对比 Poket3是20毫米F2.0的一个定焦镜头 ZV12代是1850的F1.8的F4的变焦镜头 按道理来说ZV12代拍出的视角更广 但是实际情况下 我们手持两台相机在相同的情况下 ZV12代的镜头因为它伸出来的缘故距离我们更近 拍摄到的画面Poket3其实更广 对了Poket3这次还有一个增广镜的配件 采用的是磁吸的安装 这是装增广镜的效果 对比不装增广镜 放大看一下画质的差别 手持走动自拍的话 可以看到Poket3因为自带稳定器的缘故会非常的稳 ZV12代就比较吃亏 画面抖动很厉害 只能牺牲一定的视角 开启机身防抖来获得稳定的效果 对比看稳定器防抖这种物理外挂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还有就是两者的视角的差别就更大了 小姐姐还好 但像我这种脸比较大的就会比较明显 不过当你把相机放下来 放在更远的地方去拍摄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美颜也是Vlog拍摄人物的时候 大家比较在意的一点 ZV12代可以选择高中低三档的美颜效果 主要是磨皮为主 美颜效果直接作用在这个元素材上 Pocket 3直出的肤色就很不错 另外大疆也有一个磁吸柔光镜的一个配件 装上后可以柔化高光 也有一定的一个磨皮的效果 Pocket 3可以在机内选择开启美颜 连接大疆的APP去调整美颜的效果 功能很丰富 你甚至可以获得很夸张的效果 不过这种效果 它并不是直接作用在元素材上 你需要通过APP导出的时候进行添加 会稍微有点麻烦 另外也不只是在直播中开启美颜 还有就是在我自拍的时候 发现Pocket 3有自拍跟随的功能很好用 把这里的自拍跟随打开 切换到自拍的时候会自动追踪人脸 单击摇杆键取消追踪 双击摇杆键回中后又能自动追踪 操作起来其实很方便 实际上不管你是在拍自己还是在拍别人 双击屏幕中的主体都可以进行追踪 甚至是还可以预购图在黄金分割的位置进行追踪 自拍的时候真的是很方便 ZV12代则需要你去搭配能够追踪的稳定性 才能实现追踪的功能 整体来看在自拍上 我还是更喜欢Pocket 3的一个表现 Vlog除了自拍 也会拍一些风光物体等其他的必要场景 这个时候要考验的是相机的性能功能之类的 ZV12代在镜头的焦段有天然的优势 1850的光学变焦 再搭配索尼的清晰影像缩放 基本上各种远近的场景都能够拍出不错的效果 Pocket 3则是20毫米的定焦 支持在4K模式下的一个2倍 和1080P模式下的4倍的数字变焦 这是两款相机在4K模式下 能够拍到最远的一个距离对比 放大到相同的一个画面的比例 可以看到ZV12代的优势很明显 这是1080P模式下 两款相机能够拍摄到最远画面的对比 从画家来看Pocket 3在4K模式下的一个2倍数字变焦的效果还不错 这是对比ZV12代的一个光学变焦的细节画面 1080P模式下的一个4倍变焦就是有点差强人意了 日常拍摄应急的时候还是可以用一下 整体来看在变焦范围上 ZV12代相比Pocket 3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不过这种对比素材是在三氧架上固定拍摄的 如果手持的话Pocket 3因为有稳定器的加持 全焦段都很稳 ZV12代则是随着焦段的变长画面会越来越不稳 即使开了这个机身防抖效果也有限 如果在手持走动的话 特别是夜晚的情况下 区别会很明显 ZV12代想要发挥焦段的优势 它需要搭配三脚架稳定器之类的设备 就失去了这个便携性 普通模式下Pocket 3的这个暗部的细节更多 高光甚至还能找到一些细节 ZV12代基本上就是暗部的死黑 高光过曝 不过这次两台相机都有HLG和Log的这种高度 动态范围是和后继处理的模式 在HDR视频制作的流程中 我们看一下两者HLG素材的波形图对比 Pocket 3能够记录到的最高亮度是1000尼特 被白切掉了 ZV12代则是在700多就被白切掉了 大家都知道HDR视频中1000尼特是最基础的一项 ZV12代多少是有点缩水的 回到常用的SDR视频的制作流程中 可以看到Pocket 3展现出来的动态范围 是更广的 高光和暗部都有着更多的细节 另外这组对比可以看到 不管是逆光还是顺光的环境中 Pocket 3的基础色彩 特别是在肤色的表现上是更好的 ZV12代是有红色的移出 以及画面偏暗的问题 不过这也是索尼HLG的一个特点 前进需要加上一定的曝光补偿 后期进行一些调整 才能得到不错的画面效果 而大家就是正常的自动曝光拍摄 后期也不需要太多的调整 就对新手会很友好 Log模式下索尼的ZV12代相比Pocket 3的对比度更低 高光过曝的一个更少 暗部系统也是更丰富的 整体记录的动态范围也更广 索尼在Log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底蕴的 这是还原正常对比度的效果 另外ZV12代在白平衡上有点问题 暗部会有点发紫 总结来看我觉得Pocket 3更适合拍摄HLG模式 ZV12代更适合去拍摄Log模式 在这种需要后期的情况下 我日常拍摄4K50帧6帧用的比较多 这样的好处是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后期获得慢放的效果 重要的是能让画面看起来更稳 遗憾的是ZV12代跟上一代一样 只有4K30帧 Pocket 3的正常的视频模式是可以选到4K60帧的 这种是可以记录声音 后期去选择慢放 还有一个慢动作模式是可以选择4K120帧 就直接在相机内产生4倍的慢动作 这种原视频的素材是没有声音 声音会被记录在另外一个同名的AC文件里面 另外ZV12代能记录的一个最大的颜色信息是8bit Pocket 3是可以记录到10bit 也就是说在一些视频的这种渐变过渡的地方 Pocket 3相比ZV12代会更顺滑 不容易出现断层 对调色也更友好 对焦方面 两台相机的自动对焦效果都不错 都能够快速的对焦到需要的物体上 Pocket 3的呼吸效应相对来说会有点明显 不过对于Vlog相机来说 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Pocket 3有单次连续展示三种模式 都属于自动对焦 点击屏幕里面的这个物体 也可以进行自动跟随对焦 用起来很简单方便 ZV12代有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模式 自动对焦可以调整这个过渡速度 以及被摄物体的一个转移速度 那这个好评 手动对焦的话 这个镜头它是没有对焦环的 就只能通过相机的按键去调整 会有点不方便 不过在一些需要精细对焦的时候 手动对焦搭配放大的 以及峰值的这些功能 能够获得更为精准的对焦效果 就整体来看 Pocket 3的一个对焦铁 那是属于够用 ZV12代的对焦 有相对更为专业的体验 收音方面正常情况下 如果裸机直接收音的话 两台相机的区别不大 ZV12代有防风毛衣的配件 可以装在热靴上 来应对极端的情况 如果需要外接麦克风 获得更为专业的效果 ZV12代跟微单一样 可以外接枪麦 或者是无线麦克风使用 Pocket 3借助大家自身生态的优势 可以直接连接 DJI Mac 2的发射器来使用 省去了安装 这游器的一个步骤 还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给大家来展示下 两台相机的过程 以及电池的一个表现 以两台相机都能拍摄的 4K30帧满电持续录制 室温在20度左右 ZV12代录制的62分钟 没有电停止录制 Pocket 3录了135分钟 还有4%的电量 没有想到两台相机都没有过热 我又试了Pocket 3的4K60帧 持续录制了102分钟 内存卡录满了 也没有过热关机 大家在过热控制这块 真的是有独到之处 另外Pocket 3能录制 两个多小时的4K30帧的视频 我在测试之前也是没有想到的 相当于ZV12代的两块电池的效果 如果再加上套装里的充电手柄 以及快充的加持 就在持续长时间录制方面 Pocket 3还是更有优势的 使用操作方面 两台相机的区别也很明显 ZV12代就是索尼微单的一个操作逻辑 功能按键比较多 对有一定微单使用基础的小伙伴更友好 Pocket 3就是类似于运动相机的操作体验 就只保留了摇杆键和录制键 其他的操作控制都是通过这块屏幕来实现 使用交互对新手更友好 另外屏幕亮度方面 Pocket 3在室外基本上是可以看得清 ZV12代1080p模式下亮度还好 但是切换到4K模式 屏幕的亮度会锁定降低 会有点暗影响观看 不过ZV12代的屏幕尺寸用起来 确实比Pocket 3更有优势 虽然Pocket 3的屏幕已经比上一代有不少的提升 竖拍方面 Pocket 3是通过旋转屏幕 直接切换到竖拍模式 很方便 缺点是画面会被裁切到3K的级别 ZV12代是可以通过转动相机的方式来实现竖拍 搭配脚架的话 Pocket 3你需要搭载一个握持的手柄 机器本身是没有四分机接口的 应该Pocket 3在设计的初衷 就是想让你更多的去使用手持相机去拍摄 ZV12代也可以搭配兔龙来转接更多的配件 就让相机用起来更为的专业 就整体来看 这两种Vlog相机在使用的感受中有着不同的区别 ZV12代就像是微单相机的一个副机 Pocket 3则像是手机用户的一个加强版 至于选择哪一个主要看你的一个使用习惯 我其实更想这两台相机搭配起来 组成超轻便的Vlog拍摄组合 各有优点又能互补缺点 不过这两种不同品牌的相机去拍 要注意一下调色匹配的问题 如果只能留一个的话 我更愿意选择Pocket 3 主要是我已经有索尼不少的微单了 之前ZV1代我也用了挺久 但是主要都是在作为日常微单拍摄时候的一个补充 真正的Vlog场景反而用的比较少 而Pocket 3这类的产品我还是第一次尝试 最近日常跟家人出去的时候 我经常也会用很便携 能够以很低的角度去运镜 功能性能也不错 最主要它是自带稳定器的结构 边走边拍真的是很方便 本期关于这两台相机的一个对比使用体验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